而转换心情来关心光复乡公所在2021年 向农业部、农粮署以及圆明会 争取获得将近300多万元的经费补助 设置了花莲县内第三座的稻米输国农药残毒快速检验站 那么除了是输国农产之外 光复米产地认证标章 在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后 今年终于正式取得 乡长年轻水表示 提升在地稻米市场竞争力 也进一步来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去年4月取得光复米标章专用权后 光复乡公所农官客业全力推广宣传 吸引在地农民配合投入稻米产地检验 今年第一起座通过相关检验的新米 也正式贴上了光复米防伪标章后火热上市 光复米认证好吃 赞赞赞 2021年光复乡公所向农业部农粮署 以及原民会争取获得将近300多万元经费补助 设置花莲县第三座的稻米蔬果农药产 独快速检验站 藉由专业的检测仪器 品牌商标的设计 以及专业人员的检测把关 扶植在地的稻米产业 强化市场竞争力 光复乡公所经过两年的认证 经过我们政府的机关认证 然后去年底取得到我们的认证标章 然后光复米有认证标章的 一定是经过我们光复下公所 而且我们检验通过之后 不管田间也好 然后稻米生产之后 检验通过之后 我们才给它标章 一包一个标签 表示说这个安全的 符合规定的一个米保证品质 从设置稻米检验站后 历经两年时间 今年终于顺利取得通过 光复米产地认证标章 目前也有将近十位左右的农民 参加生产符合检验规定的稻米 希望借此一起提升光复稻米产业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